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青年钢琴演奏家刘汉博 欢迎你 谢谢 大家好 汉博是在今年新年年初的时候 发了两张专辑 一张其实是和你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关系 是钢琴曲 不过这个钢琴曲可能也不是纯古典的 和你的音乐背景又有所不同 因为你是朱利亚音乐学院从预科 本科读到了硕士 按理说应该是受过了非常严格 而且是我们说具有最高水准的 这个古典钢琴演奏的技巧 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你是古典加上了通俗 那你第二张专辑就是完全是一本流行音乐 通俗歌曲 跟我们说说 就是这两本专辑是不是也是 你的音乐事业发展到现在 你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两个专辑是我的一个作曲来说 一种总结 因为虽然是我在朱利亚一直在读钢琴 演奏 对 钢琴演奏 我也是学过一年 跟一个挺著名的一个作曲老师 Elia Taxon在学校里学了一年 然后一直有很多年的这个很 作曲经验是吧 对 很多的自己经验 从十几岁就开始作曲 对对对 从十一岁开始作曲 对 然后之外有很多演奏的机会 有机会能演奏自己的曲子 然后一直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感觉 我对这个不只是古典音乐 和这个流行音乐很感兴趣 然后就想 因为通过那种古典音乐的历史里来看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 当年代的流行音乐 是结合的方式来创造音乐 所以我想我也想在这个时代 做同样的一种事情 同样的方向在做 就艺术的发展 它其实永远都是这个新旧的结合 对对对 然后它在不停的 就是我们说新事物 慢慢慢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它又变成了古典的 又变成了传统的 但是其实它在萌芽阶段 它当时就是最新的 对对对 就是流行的 对 那我想首先说到你的这个经历 我们应该分两条线来说 那首先我想说说你在这个古典钢琴演奏方面的这个成就以及经历 你和其他的我采访过的这个朱利亚的学生不太一样的是 很多孩子都是在中国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学琴 然后经历了非常严格非常扎实的这么一个在国内的基本功能训练 然后才来到美国因为他们的技巧非常的好 所以可能在考取这个朱利亚音乐学院这样的顶级音乐院校的时候呢 他们就能够比较顺利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录取加全奖跟你一样 不过你不同的是你是六岁的时候随这个父母移民美国 但是十岁才开始学琴 而且你的琴是在美国本土学的 那你觉得你接受的这种钢琴教育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所熟悉的那种 比如说在家长的压力之下 老师特别注重技法 一天七八个小时的练琴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过程是有点不一样 怎么说 就是我肯定是比别人晚起步很多 然后我是一种有这种追别人的感觉 所以我需要花的这种work可能要更多一下 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but 在美国的培养方式 他们是更是Western style 西方的这种西方的风格是什么 他们首先的技巧不一样 技巧跟我们中国音乐技巧很不一样 比方说我的老师家的技巧叫Talman 是Talman Dolte Talman曾经应该说发明了一种技巧 他是德国人 然后他的技巧就是按照我们的科学的这种方式来做 就是哪一些动作 哪一些动作是最自然 对我们的手的形状 对我们的手的运作的习惯是最舒服的 然后去用这种方式来弹琴 去引起就是说我们是最舒服的状态 我们最轻松的状态 然后能避免我们就是不管弹多少年琴 多么难的曲子 不会受伤 不会受伤 对因为弹钢琴最大的一个可怕就是受伤 很多时候我们有Tendinitis 但应该就是这个很危险的一个伤 都是通过很紧的状态创造出来的 然后Talman就能保持你永远会松的状态 然后在美国怎么说 这美国训练的时候 老师第一强的东西可能也不是heavy的这种 很严格的技巧 他先是开始来培养你读谱 然后再开始培养你去喜欢音乐 给你一些好兴的兴趣 对兴趣培养兴趣 让你把兴趣培养出了以后 然后因为这个技巧毕竟是通过多少年的磨练 如果是方法是对的话 早晚会给他Master它 早晚会Master这个技巧 他不是说我们就是 反正是跟中国不一样的 就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从小到大 每一天多少个小时这样Code这个技巧去完成 中国孩子一般都是在强压之下对这个技巧的掌握要求很高 然后呢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非常反感 但是呢慢慢学学学 他的兴趣又会就是怎么说 又会上来 然后又会喜爱钢琴 对 但是在美国的话 他先让你喜爱 对 就顺序有点不一样而已 可能就是中国是小时候先很很集中这个技巧 我也不能说美国全这样的 对啊 当然了 每一个老师都不一样 但是至少你的老师 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对 我的经验是先把兴趣培养出来 然后把基本的技巧先学会 然后我的真正呢 就是技巧 就是提到我能 我的现在这样的水准的话 是进朱尔以后 然后老师花了很长时间 他花了两年时间 把我这个技巧完全给 就是变成自然 这个新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 不同的年龄段嘛 等换一个新的季节 或者学一个新的技巧 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在你这个幼年学情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经历是痛苦的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觉得没有 对 从来没有觉得我痛苦过 怎么说 我觉得学音乐最痛苦的可能是 比方说准备考试 或者准备比赛 这是一种 这种就是很枯燥啊 每天就是列很多很多的小时 可是就是从我长大的这种经历 经历来说 当你每一时刻在追求你喜欢的音乐 和谈你就是最欣赏的一页 作曲家的音乐 应该是一种幸福的事情 不应该是一种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 那你从11岁就开始作曲 这和老师的培养的这种方法 或者说你对新音乐的兴趣 有怎样的联系 其实11岁作曲的时候 我是在玩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经验 从来没有过作曲的经验 没有过老师教过作曲 我就是 其实我妈妈小时候发现过我 就是说我看小车过去 我就会喊喊小调 我就喜欢就是编东西 然后就想 把我想到了一个小东西 给写下来看怎么样 然后那是第一次经历作曲 16岁以后 才开始得到一些职业的训练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受训练的这个经历 并没有影响你 到最后这个技艺 就是钢琴的技法 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准 因为你在朱利亚的时候 你参加了这个朱利亚学院的 这个钢琴比赛 你获得了冠军 那这个钢琴比赛呢 是从这个本科一直到博士 大概在一起比 对 那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朱利亚的研究生和博士 那都是可以说是 世界大比赛都获得过奖的人 所以是 我在那时候是个本科 本科的大四 然后跟他们比 其实就是很难的一个状态 按理来说 因为是都比我大 经验比我多 然后再加上 可能学琴的时间 也要比我多很多 要比我起步早很多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赢了以后 也是感觉是 特别大的一个成就 而且这也能够说明一点 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很多人的这种 传统观念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 那中国的孩子 现在在音乐学院 表现越来越好 而且这个考录的人越来越多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基本功扎实 因为中国有几千万情童 因为中国的家长 愿意给孩子施加压力 但是你的经验告诉我们 其实中国孩子有天赋 他就真有天赋 对 而且这个教育方法 他并不是说 你从小强压 才能够 就是棍棒底下 才能够 我们说出这个孝子 或出这个英才 对 但是其实根据这个 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 同样可以实现 那整个的 在你的这个古典生涯当中 你是从什么时候 因为你一直都学古典音乐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这种流行的 或者说当代的东西感兴趣 其实我是在大学的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在18还是19 我也不太清楚哪一年了 我是 反正我们一个家庭 都很喜欢唱歌 对唱歌很感兴趣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 爸妈妈都喜欢 对 都喜欢唱歌 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 爸爸现在是在这个哈佛 对 哈佛 哈佛的科学家 妈妈是这个摄影师 父母在你的成长道路当中呢 也付出很多 当年为了你学琴 是从波士顿 搬到了这个纽约 在Virginia 其实他们是在Virginia 我们原来是在 华珍的DC区域 然后我是在那儿学的琴 刚开始在那儿起步的琴 然后我进了预科班以后 其实我爸当时候 还在马里兰那儿工作 可是就是为了我学琴 我们搬到纽约 所以每周 我爸都要往下开 多少个小时 四五小时这样的上班 所以付出很多 但是其实你要学琴 是因为很偶然的际遇 也并不是说 父母让你成为音乐家 对对 刚开始是一个 我估计 父亲可能更希望 你成为科学家 刚开始是这样的计划 我们都这样计划 因为成绩太好了 对 我上学的时候 我就是数学和科技 很优秀 然后我就想 这是遗传我爸爸 所以以后我也是要 可能是做一些科技方面的 或者做数学方面的 一些职业 然后是一个偶然 就是看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 都是在学钢琴 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感觉 为什么有必要学钢琴 可是后来也就是 来也学一学吧 毕竟也是对我 对我这个年龄很好 很健康 学钢琴 然后没有想到 见着 找到第一个老师 老师就是说 他20年没有见过我 这样的才能 然后我们就想 是不是老师这样说 是为了接着教 就喜欢我这个学生 那后来我们比赛感觉 也是感觉那时候 有点技巧上不来 然后比赛 赢得不到好成绩 所以就想换了老师 换了第二个老师 老师跟我讲 说他说 我40年没有见过的才能 他已经很老了 年纪很大了 70多岁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感觉有点认真了 说是不是 我父母觉得 是不是就是说 我是有这个才能 真的有这个才能 然后那个老师 给我教了一些 给我介绍了一下 我现在最喜欢的 作曲家李斯特 第一次谈李斯特 然后得了李斯特以后 比赛的成绩也是特别棒 然后我感觉的 我的这个技巧 我的这个水平 长得特别快 然后在那个时候 老师感觉就是说 我的才能应该是 驱风在朱莉尔的音乐旋里 是这样的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就是去朱莉尔以前 那时候老师也很舍不得 因为我在这个老师 跟这老师学的时候 很多比赛都赢了 然后老师也是毕竟想有 这种很有很特殊 很突出的一个学生 然后老师就是 其实给我出 也是一半开玩笑 一半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他就说 你想去朱莉尔可以 可是你要想走以前 你必须把我这个 今天给你安排的比赛 所有比赛全给我赢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想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 所有安排的比赛都赢了 尤其他安排很多 一个月将拍五个比赛 这样的安排 然后我们就想 反正就是谈自己的水平 就走吧 我也不知道老师 是不是serious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 就谈吧 怎么样就怎样了 然后还真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老师就说 横扫所有大赛 对 他就说那你把这个区域都 清理干净了 你可以走了 是这样的让我走的 好 我们更多话题了 下半段再说 音乐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汉博之前跟我们说了 你的这个钢琴经历 你也说这个喜欢通俗音乐 是因为家里一家子 都很喜欢唱歌 虽然爸爸是科学家 是理科 但是他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这影响到你 对 其实我们家 我应该是算第一代 就是做音乐的 我们从来都没有 任何人做过音乐 可是都是 我觉得是有音乐才能 然后很喜欢音乐 只是都是不同的情况 没有做 然后所以到我 我来到美国 就有这机会 开始做音乐了 然后唱歌来说 像我讲 是在大学时候开始 然后我大学之前 我一直是在 全是钢琴比赛 什么 全传统 对 全是古典 钢琴比赛 那时候 我还记得什么 很年轻的年龄 什么13 14岁时候 就比这些 全国或者国际比赛 这个Daniel比赛 Lea International比赛 那时候最小年龄 我们都是 都获得 我是因为记得是第二名 对 是获得是第二名 所以那时候是 完全是 从早到晚是练琴 完全是 focus 是钢琴 然后总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对唱歌 有点感兴趣 感觉这唱歌 很多歌曲 很好听 不一定是 全是古典乐 很多这个旅行 也很好听 当时听什么歌 我那时候是听 我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正好在美国 然后我是被别人介绍 王力宏的歌曲 王力宏也在美国 他是Berkeley 然后从那时候 对他流行 又很感兴趣 很喜欢他的一些歌曲 然后他也是 他当然是 更偏向流行了 可是他有些曲子 也是去来 加不同的乐器 来结合他在美国 学的一些知识 这样的 所以从那时候 对他感兴趣 然后在十 应该是在18岁 开始 看了一个比赛 一个比赛机会 就是说 是在纽约去比 然后比完以后 是在 华人歌手大赛 对华人歌手大赛 你越去比以后 然后再去中国比 是这样的一个比赛 然后我也是那时候 从来没有过唱歌的训练 从来没有过老师 就想玩一玩 就玩一玩 就唱了 就唱 对就唱 我就带着感情唱 因为毕竟学钢琴这么多年 乐感还挺好 乐感不错 然后我就靠感情唱 然后这样的 然后别人还真的是 被打动了 所以这个评委被打动以后 就想 给了我第一顿奖 给我机会去上中国去比这个决赛 然后在决赛里 我拿到这个最佳原创奖 拿了我自己的取代 唱自己的歌 对 唱自己的歌 然后从那时候就感觉 做自己的歌有这条路 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就是开始多写歌了 所以你今年发的这本专辑 它唱 就是你的演唱风格是什么 都是什么类型的歌 我其实演唱风格 现在是cross很多不同的风格 它会通过很多的不同风格 包括R&B 包括就是ballod 抒情歌曲 也包括一些rock 我很喜欢摇滚音乐 可是每一个style 我都会连回到钢琴和古典音乐 就是我做的所有的歌曲 或者钢琴曲 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 我都是要连回到这个钢琴 我们这里好像有MV 来 导播我们切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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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 你的这个专辑的风格 我们能够听到这个 很传统的这个古典音乐的旋律 同时我们又感觉到 它和古典音乐是不一样 对 其实它的这个差别 就是说第一是 我会加很多不同的乐器 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乐器 然后包括一些古典传统的乐器 比如说大替琴 当然钢琴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能觉得你能创造一个 就是跨界的这种效果 这种方向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我的钢琴专辑里面的 这个主大曲子 刚刚这一项 这是钢琴专辑里的 对 然后我这个整个钢琴专辑 都是这类似这样的风格 其实我给一些专业人听 他们都给我建议 就是说这些曲子 特别特别适合在电影里放 对 很像电影歌曲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也是对电影歌曲 特别特别的喜欢 我最大的一个偶像就是Han Zimmer 我很喜欢他拍 他拍电影的里面的电影曲的 包括什么Inception 或者包括The Dark Knight 我总在听 那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专辑 和你在朱利亚音乐学院的 这个老师分享 因为你的老师一直都是 这个预科班的这个院长 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他还甚至想让你继续读博士 但是你当时并没有 就是选择继续读书 而是选择自己要去创作音乐 做这个独立的这个音乐人 那他对你现在的发展方向 是怎么看的 他会不会觉得 哎呀我培养的那么好的 古典音乐的苗子 怎么去做这样的专辑了呢 用了那么多电子音 反正我也不知道 他当初什么想法 可是我后来 我是跟老师分享了这个路 这个想法 他当然从 他在我们朱利亚是这个系主任 我刚及系主任 也是预科班的 预科学院的院长 对院长 然后他 他的学生都是特别特别的出色 一般的学生 只要考之来 都想进他的studio里 那他当然是很严肃的 帮学生往这个古典音乐方向培养 可是他也有 就是应该是说 他之前 maybe 我能认识 有一两个人 也是有这种想法 就是跨界的想法 然后他也经历过这个事情 我跟他聊了以后 他就想 他就跟我讲说 只要我的音乐是很严肃 就是他的音乐是有很 很高的水准 很高的水准 对 没错 他就可以接受 他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就比方说 他来去compare Dunton and the Beatles Dunton and the Beatles 是写歌曲 可是他的每一首曲的 都有很多的这种内容 很多不同的背景 然后包括一种 他都写一种专辑 专门是一个 在录音棚里 从头到尾 一直没停的这样录 像一个古典 一个演出的感觉 所以老师就是来去分析 这种idea 就是说你要是做得起的 特别的严肃 然后水准特别高 像您说的 然后这个方向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 老师是支持的 他是支持的 对 那作为你自己呢 你对于这样的录 是不是有信心 就是说 我们当然都知道 这个音乐家 是特别不容易的 尤其是像你 有这么好的一个学历的背景 专业的背景 而且自己又是这个 我们说全能 能弹 能写曲 还能唱 但是你能够看到一条 怎么说 比较 就是 坦途吗 就是通向你这个 目标的坦途吗 还是你会觉得 其实也挺难的 我也需要披荆斩棘 我觉得就是 做这个音乐的路 你不是在 你是在追求一种 你喜爱的一个东西 是你特别爱的一种感觉 你不是去追求一个 一个fame 或者追求一个destination 一个地点 它是一个过程 然后像我刚才来分析的 就是说这个音乐 从我们的历史里 一直是在跨界 其实就从多少百年前 就在贝勒奔的时代 因为贝勒奔 当初得的最大的rival 是Rossini 别人considered Rossini是一个流行音乐 当初的流行音乐 就是叫non-serious音乐 然后贝勒奔是serious音乐 严肃音乐 那可是当初就存在 这两个style 然后贝勒奔的 以后的人 都会来combine这些style 包括李斯特 当初的摇滚 当初的摇滚 做学家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最近这100年 我们把这两个style 分得太清楚了 就是古典就是古典 然后流行就是流行 摇滚就是摇滚 其实摇滚流行 这些都可以在一个category里 可是古典就是古典 不和任何人混 然后这是一种 也是像我们需要这种讲 conserver 其实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对 它是限制了发展 然后它给它扩住了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想 真的是突破 你真的去想 应该是想不同的方式 来把不同的 我们所有的音乐 来结合起来 不只是流行 所有类的流行 都可以用上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 也是在研究这个possibility 然后这是一个 我们应该是 大量研究的一个方向 那作为这个青年音乐人 这个也是你要 为这个音乐做出的贡献 对对对 这是我觉得应该做的 而且我觉得很受欢迎 我觉得这样的音乐 我通过律师 说说你最近的演出 对对对 我最近在那个 其实是一年前的事情 我在那个新函音乐学院演出 就上半场弹了 两首李斯特 就是最著名的两首曲的 一个Sanata in B 然后一个是Danghuang Fantasy 然后这两首曲的 大家都感觉很精彩 因为李斯特也就是 很精彩的一个 一个在舞台上演出的作曲家 可是弹完以后 我就弹了两首 我自己的曲子 然后是把不同的乐器 给混一起了 第一首是一个摇滚的 摇滚跟钢琴混 第二首又是一个hip hop 或者一种hip hop beat 跟钢琴混 然后这个很新的一个东西 我第一次去听 那些manager都说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没有听过 对没有经历过这样演出的 可是我们很支持这个possibility 然后观众反应都很棒 都很喜欢 然后放了这个视频放网 然后也反应特别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 如果是更多观众 能去来come in contact 就是能听到这种音乐 他们会越来越被接受 越来越被接受 然后就会越来越酷 然后不只是能让他们喜欢这种音乐 也让他们对古典音乐更感兴趣 因为他们有可能是 很多现代的人是 因为他觉得古典音乐是很高 离得很远 他们去 不管是因为他害怕 还是因为他是不想 或者是没时间 他们去不沾这个古典音乐 那如果是有一种音乐 来结合这两种 他们就可能有这个桥 去听只能的古典音乐了 真的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经典的一种音乐 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更多人去 欣赏 更多人去欣赏和了解 尤其是这个青年人 对啊 学这个音乐的青年人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他们必须要去接触 但是其实 有很多不学音乐的青年人 他们是广受这个流行音乐的影响 可能就是听惯了流行音乐的人呢 他对于古典音乐接受起来 他会有一点点抗拒或者排斥 他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但是你的音乐一出来 大家会觉得 我能够找到我喜欢的音乐的元素 但同时呢 我又能够欣赏到 这种非常正统的 这种钢琴曲的美妙 对啊 因为你想 我们在说流行音乐 你喜不喜欢的时候 我们在说我们这个100年的历史 那当你听古典音乐 你去反映说 我不喜欢 可是古典音乐是有 几乎有1000年的历史 你是哪 100年你不喜欢 对不对 你怎么能听说 我是全是一种的音乐 那这么多百年的历史 有多少次 你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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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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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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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去 我 我 你去 你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